因为有了这么多硬件的重新投入 以及有了更多的像我们这一类 努力去推广所谓文化的这些教师也罢 艺术人也罢 社会工作者也罢 他们都共同努力 所以在这个十年当中 你会看到上海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奋进 这样的一个提高 确实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我出身在一个音乐世家 所以从小去学习音乐 就变成了一个必须的选择 所以当你们看到我做很多电视节目 尤其是做眼睛哥哥 大家都觉得说他是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人 实际上我从小就学习音乐 然后大学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 毕业就留了校 后来去了德国留学 留学完了之后再回到上海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熟悉的新广会当中的王博士 这一晃王博士都做了十六七年了 所以我想可能我的整个的这个身份的变换会很多 但实际上而言主要还是基于音乐这根主线在进行的 其实我去德国留学是一个联合培养博士的项目 我当时觉得说可能作为一个优秀的留学生而言 他在那儿是能够获得很多的支持量 但是在他回来之后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大 我想不见得一定要留在那儿才能够做更多的事 所以当我回到国内之后 随着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扩大 以及担任了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 所以最终的结果不是我去德国留学留在德国 而是当我留学回到中国之后 我把我的导师聘回了国内 变成了我的课作教授 所以我想这样也是能够更加好的完成 这样的一种学术交流的过程 2017年真的对于我们很多做文化 做体育上的这些工作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之年 因为在这年当中 我们看到前气候铁项目顺利竣工了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更多的场地可以去运用 那么另外我们又看到有很多规划 是从2017年开始的 我觉得一个城市 它确实有它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轨迹 或者我们说客观的规律 也就是说当经济上升到某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的文化可能配套成一个什么样 文化生活如果都得到满足了 你就会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这个文化需求 跟它的文化素质的一个档次会不一样 如果你想加速它 你就一定要给予它一些外来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想文创五十条 确实就给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强大的推动力 因为你认真去解读文创五十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在整个的大的所谓这个文化圈 你几乎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助力点 所以我觉得文创五十条不仅仅给了很多 我们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以助力 关键可能还做了一个样板 也就是让大家明白说 在一个多元化的国际大都市当中 我们的政府应该怎么样去推动 可能会让我们的文化发展的更快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2017而言 它又正好是这十年的中间点 所以如果让我来评价2017年的话 在文化上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但更是一个新的起点 文化是一个大盘子 这个里面实际上有的方向非常多 所以作为一个大学的音乐学院的院长 所以我现在可能做的更多的事 是跟我们大学当中其他很多 跟文化相关 甚至跟科技相关的学院之间 做这种跨学科的联动 我想作为一个教育者而言 今天我们如何去培养这些祖国的花朵 明天当他们变成栋梁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社会的不一样 这就是一个教育者 他现在应该考虑到的问题